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令展上市以来第一次公股 股价急跌近1成3 本书处决定不停车缴罚服务以通行 延迟至到5月先在青沙管事区实施 详细内容 内地今个月底开始实施证券经纪业务管理办法 加强监管非法跨境经纪业务 日本地证券商就突然暂停内地投资者户口 内地今个月底进一步打击非法跨境证券业务 有本地券商随即叫停内地客户口 耀才证券说 所有内地客户在内地开立的证券账户 周四起全面暂停使用 不可以买入 但可以沽货平仓 直至中国监管机构或者证监会厘清相关法规 耀才说早于2016年已经将内地资讯中心结束 目前没有任何内地营业地点 而对遥拒开户程序一直依据香港证监会要求 证券时报报道 中资的国泰军安国际也都暂停内地居民开户 现有的账户暂时不受影响 中金财富说 内地客户可以亲身开设港股户口 但网上开户暂时无法办理 我对中正监的这方面的措施 我理解和我阅读的情况 他们是出发于一个加强规制 和保护客户的一个出发点 和令到市场可以有秩序的发展 至于在一个中介营运的过程当中 他有多少程度是进行的一个比较合规的业务 或者那些资金进出 坦白说 公司以外的人士不会了解到他内部运作 有什么其他问题发生出现 中正监做于1月中发布证券经纪业务管理办法 本月底实施 提到开展证券交易营销 接受投资者委托开立账户 处理交易指令等 都属于开展证券经纪业务 未经中正监核准持牌开展业务 变构成违规 新规定加强对于非法跨境经纪业务的日常监管 对违法违规行为 稳步推进整改规范工作 有分析认为 内地是对跨境炒卖实施全面监管 称退海外互联网券商的内地用户 大级与缓冲期 目前内地有34间的证券商 在港设有自公司 并且持有证券经纪 承销保证等的牌照 中正监去年底曾经要求 互联网券商富途和老夫证券 对于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整改 打击非法跨境证券活动 无线电视记者 杰晶报道 日本地证券业界说 新规定不清晰 有雷汇误众地雷 希望有关方面尽快厘清 有学者就认为 内地举措 是要限制居民购买美股 疫情前 不少证券商都会在接近内地的地区 设立分店级内地客 在上水这间药材分行 有内地客说不清楚最新限制 不清楚的不只是客户 本港证券业界也希望当局尽快来清红线 包括是否客户不能够在内地下单 已经开了那些客户本身来说 是否将来来说 去下单 是已经不可以在内地用一个手机app 或者用电脑去下单呢 是否去到所有的内地人 是不可以来香港的证券行 那里开户口 究竟其实那条红线在哪里 哪些做得 哪些不做得 在介事未清晰之下 他说业界活动会有限制 起码他们会 任何的新户口可能暂时不开住 比如在内地做任何的推广 去内地做任何开户的手组等等 这方面其实一向来说 都是不容许的 其实 但是我相信都有部分券商 可能都会在灰色地带里面有做的 我相信他应该不会够敢 有学者认为内地相关举措 是想限制内地居民投资美股 中美的角力 就各个方面都是互相竞争的关系 那个潜在风险就不能低估的 比如说如果大量的中国的内地居民 他持有一些美月的资产 突然之间就可能制裁的行动 令到这些国民是拿不回相关资产的话 这个潜在风险可能是在内地来说是不用发生的 他也说内地有可能对其他投资工具作进一步规范 特别是和美元相关产品 如果想减低风险 例如跨境保险也都应该不用美元计价 无线面试记者李游昆布道 令展上市以来第一次公股 今天复牌之后股价急错 收市跌超过一成二 是08年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 令展上个星期五宣布公股计划 集资大约188亿 股份服牌股价应声急错曾经低见52.5 收报54.75 跌幅超过一成二 令展发言人说已经预期股价会波动 但认为投资者不应该过度反应或者恐慌 重新过去两年 宏观环境出现不可预见的变化 导致利息成本大幅上升 公股集资部分勇于还债 减少利息支出 又强调财务状况一直稳健 公股只是为了部署未来的增长 增加发展的弹药 我们很多计划 就是说将商场做得好些 多些人留 租客也好 公众人士来商场也好 投资者也好 这个是win win win的情形 原名是领会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是房委会在2005年分册出来 包括了公屋商场 街市和停车场等共180个项目 上市那时市值大约220亿 上市超过17年 名称改了领展 市值已经翻了几番 超过1100亿 不过经历加租改组 以至持续出售本地资产 和当初三赢的想法好像有些出入 政府当初去极度错误的决定 当时政府如果没有钱建那些公屋 居屋那些 应该是用发债的方式 它不再拥有任何的股权 这个特区政府 问题不是弄得漂亮的简单 它有很多国际品牌的进铸 似乎和公共屋邨那些 居民的一些消费水平 就达价不业了 如果你要回购的话 你看到涉及的金额 都相当龐大 特区政府现在的财政储备 似乎就不是这么容易 截至去年九月底子 领展本地项目剩下130个 内地和海外资产就不断增加 占物业组合价值21.7% 当中未包括在去年12月 以大约125亿收购的 两个新加坡商场项目 无线电视记者盧培音报道 听起来港股今天的表现 港股度急错近400点 未试跌幅收窄 行生指数最多跌390点 其后跌幅逐步收窄 收市日报21,164点 跌26点 成交1,120亿 令展5公1集资 市场忧虑掀起地产股集资潮 新世界跌6% 北京首都机场上个月的吞吐量 外年急升近6成2 中资航空股全线做好 发行警的信誉跌2% 要财暂停内地客户口 收市跌1成2 接着转体下 不停车缴费服务 易通行 连日不少车主说申请混乱 运输处决定延迟两个月 至到5月7号 才在青沙管制区退行 易通行原定 今个月26号 在青沙管制区率先实施 到时取消所有人手收费庭 也都不可以用快易通给钱 但连日来不少车主投诉 有人申请不到车辆贴 有的士司机就买不到车总贴 我们现在因应大家登记的情况 以及这几天我们收到市民和业界的反贵 我们决定了将这个实施日期 延迟至到5月7号 5月7号 一样是上午的5点钟去实施 希望在这些时间里面 是让大家有多些时间 理解申请的程序 亦都去申请车辆贴 以及去绑户口到车辆贴 有隧道工会说 青沙管制区界员工 今早才接过管理公司通知 要求继续上班 因为其实是一早已经知道 没得做的了 很多员工其实都已经找了工 但是他今天突然间这样公布 都很混乱 因为如果他已经找了份新工 他可能要开工的 二侧行为图价 司机已经很投行 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 向运输署请愿批评推行厂权 又认为每张120元的商用车司机卡 收费不合理 政府推行自卫城市 有什么把洗费凌隔在司机上 车主那张车辆贴 政府免费送一张给他们 每个车主会寄 为什么我身份职业司机 我一定要自己买了820元的司机卡 你才让我去行呢 在二通行九龙湾客户服务中心 今天可以即日拿丑办理申请 现场所见 平均等候大约1个小时就可以拿到车梁贴 职员说大部分车总贴仍然是缺货 母线电视记者蓝军约不斗 向原围口岸停车场三回爆满 有立法会议员建议善用轮近限制土地 设置临时停车场 星期六日过关高峰 向原围口岸停车场大约400个车位供不应求 预约了的都要泊在停车场内的行车路 管理的政府产业处解释 因过多未经预约的车量轮后泊位 加上已经泊低的车量无按预约时限离场 可能都是要车主自律 因应自己的时间再延长 如果你训练了 那你什么时间走就什么时间走 你预约了人家都不行 附近好好的人家一九六日来就很凄凉 有立法会议员批评管理混乱 这个停车场是用两构的形式 又有预约 也都可以飞越约 walking直进的 但是它没有一定的分清了 究竟比例是怎样 所以在执行上面会出现了问题 究竟在停车场现在剩下多少车位 有哪些车位可以用呢 也都不能够在网上显示出来 停车场日租80元 预期停泊之后每个小时10至15元 刘国芬同意提高预时收费 也都建议在鄰近的重源下 香园维利用闲置土地提供临时车位 刘国芬估计如果政府和有关土地的私人发展商协商 只需要经过简易的乘规程序就可以改建成临时停车场 最快两个月内可以投入使用 无线电视记者黎卫宜报道 下一节还会报道 民主派初选案认罪的被告欧乐轻 以控方证人的身份作供 美国在美加边境击落分明飞行物 而中方就说去年以来 美方气球十几次非法飞越中国领空 本来新闻时间 民主派初选案逐审 应聚被告欧乐轻 以控方证人的身份作供 透露35家是由三年前一个犯局开始 当时戴耀廷向泛民应用 立法会议席过半是大杀伤力的献制武器 民主派初选案 47名被告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 控方传照应聚被告欧乐轻作供 欧乐轻益述2019年区议会选举后 当时民主党李永达和工党李卓人 关心民主派如何在立法会选举达到最大胜算 泛民政党到2020年1月 留意到《苹果日报》早一个月 刊登了戴耀廷有关议会过半愿景的文章 到1月底 他和李永达、李卓人和黄浩明 和戴耀廷在凡局首次会面 副刑事检控专员周天行 问到饭局和35家的关系 欧乐轻说 如果要在比例代表制赢得更多议席 需要和建制派一样 要有协调机制 戴耀廷在饭局上提到 正值反收礼 要思考如何争取五大诉求 并活用区议会议席 结合媒体、建立公民参与平台 又提出地区直选35席 目标赢得23席 洪凤罪问戴耀廷有没有提出 实现议席过半的具体建议 当时坚持以公民投票形式建立初选机制 但并非唯一建议 而民主派议席过半 将对政府有更多意见能力 亦都能够利用基本法赋予权力 行使否决权 法官陈仲恒问到 戴耀廷有没有提出否决财政预算案 当时坚持有没有提出否决财政预算案 当时坚持有没有提出议席过半 是大杀争力的宪制武器 可以运用更多权力争取五大诉求 例如否决财政预算案 政府议案 和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 郭乐坚上庭的时候带了一大文件 法官提醒他在作工的时候 不能够翻体和案件相关的文件 所以安排拯救人员保管 直至案件审讯结束 无线电视记者叶芝华报导 全国桥联副主席刘文端说 在国际形势急剧变化等的情况下 本立法年度不宜展开 《基本法》23条立法和公众资讯 应该细心研判谋划 盧文端在报章撒文 说现在国内外通关服尚 是拼经济的关键时刻 香港最重要是将优势和潜力 最大发释放 加强联通世界功能 而不是急于分散精力 启动23条立法应对争议 他又提到香港已经有国安法保底 23条立法没有很大逼切性 另外今年下半年台湾将会进入大选敏感时刻 如果香港展开立法将会引发争议 极可能被民进党借基本黑一国良制 阻碍祖国和平统一进程 加上俄乌战争持续发展 国际形势急剧变化 23条立法须时细心研判谋划 以适应新形势需要 在今个立法年度 不适宜展开《基本法》23条立法 甚至公众咨询 立法会主席梁君彥说尊重任何人意见 立法会将案程序审视法案 我尊重劳文端先生的意见 但是事实上在今年过两两个礼拜前 政府给我们的三十几行都没有23条在 政府怎样看谁是合适的时间 去完善好23条才拿来立法会 我们会尽我们的能力去审议这条法案 保安局前局长黎东国 相信政府会参考相关观点 我想最重要就是草拟的工作做好 那个条例草案是做得完善 这个是一个必须和重要的条件 其他的都是辅助性是可以考虑 保安局回复说 进行23条本地立法是特区限制责任 也都有实际需要 立法建议也都要有足够前瞻性 政府会继续积极推展立法工作 适时展开公众咨询 无线电视机写来由昆布道 土耳其大地震连同敘利亚增致 超过3万5千人死亡 本港的搜救队在土耳其灾区 再救出一个生还者 穿着橙黑色外套的香港搜救队 当地时间中午 在土耳其 哈塔伊省安塔基亚市 再成功救出一个女生还者 她在被救出的时候 精神状态良好 搜救队星期六在地震灾区 已经救出超过 救出过3个生还者 至今一共救出4个人 在本港 深水埗文政事务专员 联同多个地区组织 向地震灾区捐赠物资 包括120部暖风机 1300张的无尖铜电箭 同100个帐篷 美国在美加边境 击落不明飞行物 在三日内第三中 国防部说 飞行物曾经飞近敏感军事地区 但不够成军事威胁 在北京 卖家部再次批评美方反应过度 又说单是在去年以来 美方高空气球 未经中方批准十几次 非法飞越中国领空 促诚美方应该反攻自省 在美国默契根州 有民众当地礼拜日拍到 有飞机在幽伦湖附近飞过 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证实 一架F-16战机 当地礼拜日下周两点多 根据总统拜登的命令 在默契根州 和加拿大安大略省之间的幽伦湖上空 击落一个不明飞行物 在美军八日内第四次击落行动 国防部说 今次击落架飞行物 近日曾经飞近蒙达拉州 敏感军事地区附近 令当局一度关闭领空 它虽然不够城方式威胁 但可能会干扰当地航空交通 并可能拥有监察能力 那个不明飞行物 相信已经掉落加拿大水域 官方正试试打捞它的残骑 北美防空司令部 兼北方司令部司令范克克说 目前仍然未能够确认 近期发现的三个飞行物 是什么或者来自哪里 目前不排除任何可能 包括会不会是外星生物 有美国官员透露 今次击落架不明飞行物 呈八角形状 榜有垂直成梢 没有可以辨认的有效在何 并一直在大约2万尺的高空低飞 北京外交部再次批评美方反应过度 又指责美方气球 非法进入别国领空 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 近去年以来 美方高空气球未经中国相关部门批准 十余次非法飞越中国领空 美方首先要做的应当是反攻自行 改弦更张 而不是污蔑抹黑 煽动对抗 美国在世界上放飞了多少间谍侦测 飞艇气球 美方自己心底里很清楚 他同时强调中美双方保持着必要沟通 关键是要通过冷静 专业克制方式 妥善处理意外情况 无线电视记者与美职播道 中美关系紧张之際 美军第七艦队在南海演习 中方多次表明 南海不是域外大国博弈的竞技场 驻日的美国海军第七艦队公布 尼米支号航母战斗群 和海军陆战队第十三远征部队 上星期六在南海举行联合演习 涉及舰艇、地面部队和战机 但未有提及详细的演习开始和结束时间 由第七艦队社交网站公开照片可见 上星期二、四、六都有演习 时间正值中美因为气球风波而关系紧张 第七艦队说今次演习展现了战斗群和部队的两栖作战能力 在区域内建立了支持和平和稳定的强大军事存在 又说作为一支准备就绪的部队 会透过可见和现有的战斗力威胁潜在对手 在北京,外交部多次表明 个别域外大国为了维护自身霸权 不断加大对南海军事力量投入 在南海横行之势,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强调南海是地区国家共同的家园 不是域外大国博弈的经济场 无线电视记者沉玉山报道 下期报道 寒假过后,内地中小学展开新学期 因应防疫措施的放宽 师生回学校不用再做核酸检测 淮湾宗教团体佛光山为创办人声云大师 他行员直纵赞典礼 回来新闻时间先看看中国新闻 内地放宽防疫措施之后 北京的中小学和幼稚园 前开寒假之后第一个的新学期 师生回学校都不用再做核酸检测 注意北京记者陈卓康报道 开学日清早 北京街头有不少学生赶上学 有家长开电动单车接送子女 正如还没过,校门外有应接的布置 祝愿同学学业进步 我感觉很高兴吧 因为我一个假期都没跟朋友在一起了 能遇见更多的同学一起学习玩 我觉得开放这个疫情比较好 可以到学校去见同学们 北京市近200万个中小学童幼稚园生 放完寒假之后星期一开学 在内地放宽大部分防疫措施之后 首个学期 上学不需要再出示核酸证明 疾控中心要求师生在开学前7天 自我健康监测 如果出现发烧、肝咳等病征 就要及时向学校报告暂缓返校 学校要统计师生的新冠感染 和接种疫苗情况 并且备有充足的防疫用品 教育部门又说考虑到长假期之后 部分学生的身体仍然处于恢复期 建议中小学的体育堂 在开学初期尽量减少安排劇烈运动 随着行假结束 北京市面的交通也越来越繁忙 市交通委星期一上午发布 交通拥倒指数达到严重水平 而因应复工复货之后人多车多 全市即日起恢复车辆行行安排 非电动车按车牌最后的数字 每个星期其中一日 朝七晚八禁止在五环内行驶 无线电视驻北京记者陈聪康报道 四川多地的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近日先后拍片宣传当地的景点和文化 其中有局长玩角色扮演 一人分析多角 成功引起关注 在公园扮太空人 在民居扮唐明王 还有骄勇的高原战士 一个人扮演多个角色 全部都似无似样 这位叫江泽多吉的不是网红 更加不是演员 是四川金枝州杜夫园 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 他近日拍片宣传当地的墨石公园 农登草原和玉科草原等的著名景点 片段点击率过千万 令他迅速走红 江泽多吉说因为当地拥有九个A级景区 拍片的目的是想更加多人记住杜夫 其实你才是杜夫的主角 四川省文女厅近日发布一系列文女局长说文女的片段 除了杜夫园之外 广源市金枝州石渠园等地的文女局局长 都以主持的形式介绍当地的文化和景点 央广网的评论说近年不少的基层党员干部 借助互联网成为政务网红 告别传统领导不久延少的形象 推广文化旅游和特色产品 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又说并不是要求所有的干部都要去做网红 而是要求党员干部要善用互联网 为地方做更多的实事 《夹方军》近日公开潜艇部队实弹射击的画面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近日发布片段 见到解放军海军的潜艇部队 进行海上实弹掩份 潜艇发射如雷摧毁目标靶船 由内地军事网媒自出 今次是解放军第一次公开水下画面 另外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 今早8点到星期五下午4点 黄海北部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 期间禁止船驶入 台湾宗教团体佛光山 为创办人星雲大师举行原籍众赞典礼 预计有3万人到场置业 而大陆国台办等部门 昨日在江苏举行悼念仪式 星雲大师的原籍众赞典礼 星期一早上在高雄佛光山举行 台湾当局向星雲大师班包阳令 随后举行唱乡赞等的仪式 之后移动星雲大师的座坑巡山 佛光山在大雄宝殿前 转播典礼过程 不少信仲在座坑经过的时候 下跪并双手合拾 典礼结束之后 发引至台南大仙子火霸 安葬于佛光山万寿园 由大陆国台办统战部组成的调研团 星期日在佛光山组庭 江苏仪卿大国子调研声闻大师 出席的包括国台办副主任龙明彪 统战部有关官员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演国等人 一行38人的大陆调研团 原定上个星期六到台湾出席典礼 调研声闻大师 但出发前说遭到台湾当局阻挡 未能够成行 国台办主任宋图星期日发现咸悼念 赞揚声闻大师坚定速统反对台独 推动两岸交流合作和祖国和平统一 声闻大师1927年在江苏出生 22岁移居台湾 1967年在高雄创立佛翁山推动人间佛教 今个月5号完席 享年95岁 稍后回报导 医管局下个月6号开始推出电子病格子 加密尔维码以供核实真伪 现在医生为病人临床诊断之后 认为适合给病假子 会打印出来由医生人手签署 三个星期之后 无论是医管局门诊 公立医院或者遥距诊症发出的病假子 医生签署全部改为电子签名 病人可以经医管局应用程式HA高 在我的记录中查阅或者储存两年内的电子病格子 亦都可以传送给雇主 有加密二维码核实真伪 只要你用手机去扫描这个二维码 其实它将会带到你去一个我们医管局的网站 在这个网站里面 你又要输入在病假子里面的病人的名字 以及医生签署病假假期的日子 我们就会做一个背后的核实 你就会得到一个结论 这个假子是否由医管局去签署的 医管局说以往病人如果不见了 或者更改子本病假子的资料 要亲身到医院办理 电子病假子就可以为病人提供便利 又说初期亦都会发放子本的病假子 但未来会减少 我们有一些比较上年轻的员工 他们可能会非常适合的 觉得没问题 但我们也有些员工未必是真的会很习惯 所以我们都需要去看一看进程 然后我们才适时去检讨 但其实我们绝对有这样的方向 我们希望是能够可以减少子张 以及能够可以支持环保 同日起到诊子也都改为电子版本 日后病人用摇距诊证也都会获发电子导诊子 至于医生转介信会不会都电子化 医管局说由于涉及私家医院要时间研究 无线电视记者何曼军报道 国泰航空和旗下廉航香港快运宣布再取消2月至3月 旺返日本的部分航班 有旅行社说影响下个月到日本赏英的旅客 年月来多班旺返日本的航班取消 消费会去年12月至今一共接获95宗投诉 大地回春日本英花即将盛放 不过想到日本赏英行程可能受阻 相价大约半个月 国泰航空再宣布 因为日本当局限制本港飞往当地的航班 取消往来日本部分航班 涉及今个月至到下个月30号 来往东京、大阪、名古屋和福岗 一共210班机受到影响 国泰说每个星期只能够营运72班机去日本 交原定计划并获批的小13至15班 到45月原定去日本航班数量 和日本当局准许的商约 与其到时航班大致如期运作 旗下的香港快运也都受到影响 每个星期只能够营运74班去日本的航班 交原定计划小20至22班 3月3号至3月30号 其中170班来往中城、大阪等的航班 取消 有旅行社说 今次影响比之前几次更加大 十几个旅行团 三百几个旅客需要改期出发 传统去看花 开始看花 而很多客人都会在3月底 临近复活节之前 就会出发去 主力去九州、四国和大阪 一带去看花 今次第四次 我感觉上实在是不太好 因为会觉得你又取消了 那来这又会不会再取消 那不如不要去住了 不要参加住了 看定些先 那你一而再再而三 这时候就会令到一些不安 或者一些 说下去不是很有说服力 客人上面 他希望守候的航班不要轻易取消 以免复活节旅行团也都受到影响 无线电视记者曾经报报道 菲律宾指控中方在南海 向保级舰艇发射军容激光 中方反驳说 有关的水域属于中国 并根据国内和国际法 维护中国主权和海上秩序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放片段 说一道绿色的激光 从一手写着中国海警的船发出 飞方在声明中说 事发在上个礼拜一 地点位于人外焦水域 说中国的危险行为 导致甲板上的飞方人员短暂失明 又说有关中方的船危险感洗勤 试图阻碍补给 双方的船的距离 一度剩下的一百三十七米 中方强调 人外焦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 当日是菲律宾海警船 未经中方的允许 甚至抢入有关海域 强调中方的现场操作专业克制 我们希望非方切实尊重中方 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导致争议 扩大化局势复杂化的行动 中非双方正通过外交渠道 就此保持着沟通 网站 再见 快点 我们下一次 下一組 可 我们下一次 我们下一次